什么 取下来马上就要用 不然就会消失 这也太麻烦了 我不是得把白剑竹也给带上 金飞摇无语的听完了话 稳思当着白剑竹的面 把怎么治疗眼睛给收完后 气呼呼的传音问道 世道经传了消息过来 找到了破三头猪眼瞳毒液的东西 得要凌云神界的天雪宁精 这东西是冰霜堆积上万年后 自然形成的血精 正好凌云神界中年风雪 也听说有人寻到过 所以直接就让金飞摇去找 反正正好有人就在这里 而且这血精啊 只要离开所处的血坑 在百息之内就会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如果要用它来解毒 就得把伤者也带过去 弄到天雪宁精 马上就要滴入眼中 此物寒气极重 滴入眼中 人便马上会失去知觉 全身如同 冻住了一般 得七七四十九天 才会慢慢苏醒 这也是一种疗伤的办法 让人失去知觉后 痛苦会小一些 没想到要的东西 竟然就在凌云神界 正好便宜了自己 还好就算是要带着白剪竹物 也要四十九天的缓和时间 趁着这个时机 在他能看到之前 把人给送到世道经去 金飞瑶想了想 就把自己的想法 同华婉思说了 华婉思也同意这样 如果让白剪竹看到它 有可能做好事 最后还要结仇 这样做最好 趁着失去知觉时 把人给送走 这样就不知道是谁干的 他们又是世道经的人 最多能告诉一个代号罢了 华婉思便直接 同白剪竹讲道 白道友 你也听到我说的话了 现在只得委屈你走一趟 不过应该得到了目的地 你才用出去 所以请事先准备好 多谢两位 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请你们尽管吩咐 此等答案 不知如何才能报答 在下有些惶恐了 白剪竹 拱手谢道 华婉思他们要送走他 他并不知道 就算知道 他也没有任何话好说 毕竟人家都照顾一年多了 总不能赖在这里过一辈子 金飞摇一声没坑地出了小福岛 想找食神说说 如果白剪竹的眼睛治好 说不定这个人到处寻找自己报恩 这灵云神界怕是不能带了 可就这样走掉 他却有些不舍 这食神做的菜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美味 只能算是普通水准 但是配方总是奇怪 加上分量大 又全是好食材 这东西吃完后 可以补不少的灵气修为 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给金飞摇的好东西 对于修为的提升非常的好 食神就是移动的大丹药 跟着他就能轻松的进阶增加修为 要是食神能跟着自己走就好了 食神为什么要待在这食材不多 又风雪不断的灵云神界 金飞摇并不太清楚 又因为这是食神的私事 他一直没去打听 现在是不打听不行了 他直接找到了食神 他这时还在烦恼着呢 大补汤还有半顶 怎么喝也喝不完 食神觉得很烦躁 明明就是男人为什么喝的这么少 连个女孩子都不如 胃口太小了 他也不想想金飞摇的特殊身体 只是一味的怪 白剪出的胃口太小 后悔当初自己不要这么急 再琢磨一下煮的普通人 也能补身体就好了 看到他有点闲 金飞摇跳到顶上问道 食神啊我找到治疗他眼睛的办法了 就在这灵云神界叫什么 天雪凌晶 天雪凝晶 那东西我有见过 原来还可以解读啊 我只知道他可以把死掉的人动起来 永远也不损坏 保证尸体的心线就像睡着了一样 不过天雪凝晶带不走 我也没有尸体要动 所以就没有拿 食神对灵云神界很熟 一说便知道了是什么东西了 那太好了 你能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吗 这样可以省得我到处去找 金飞摇一点也不客气的问道 食神想了想 指着雪山讲道 凡过这座雪山 过了冰湖 你一直往北 飞个有十天半个月 会看到一座 好像刀锋一样的冰山 你到了最顶上 会寻一个山洞 钻进去就可以找到天雪凝晶了 金飞摇点点头又问 我去的时候没遇到 但是这灵云神界 有九阶雪晶妖 你自己小心啊 食神提醒道 雪晶妖 金飞摇嘀咕了一下 听名字 这东西应该就长在 天雪凝晶的边上啊 这灵云神界上的妖兽 有名字 不带雪霜的吗 你太高看最早取名字的人了 不都这样吗 看生活环境和长相来取 同一地方的妖兽名字 不相似都不行 食神哈哈的笑了起来 等他笑够了 金飞摇突然一本正经的说道 食神前辈 你想离开灵云神界吗 嗯 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啊 我可是来这里苦修厨艺的 食神摇头反问道 金飞摇笑了笑 不置可否的道 这里的食材并不多 你如果是来苦修厨艺的 最少也得找一个食材多的地方 这里我虽然只住了三十几年 但是也算是熟了 根本就没什么食材 妖兽嘛 就那几种冰渣子 虽然肉吃起来不错 但是单调的乏味啊 跟我走吧 我少个厨子 我们找一个食材多 人少的神剑 你做饭我来吃 食材又多 你也不怕没人洗过 怎么样 金飞摇讲完后就冲他笑道 食神拍了拍自己肥大的肚子 一脸疑惑的问道 你这是向我求婚吗 金飞摇斜瞅着他的肚子 好笑的说 大树 我要求婚也不会找你啊 你看你胖的 胸都比我大多了 都不知道你是女的 还是我是女的 我说的是正经的 去做饭给我吃吧 你去什么地方能寻找到 我这么能吃的人 你是看那小子的眼睛要治好了 所以想趁机跑 又舍不得我做的美食 好大的胆子 脸虚气的人 你也敢拐 食神哼了哼 一脸看透了你奸计的表情 那我也不说好听的了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反正你的菜谱 能找到食材的 我全都吃过了 其他的东西 是你没办法找到食材来做 也怪不得我 为了不着麻烦 我这次找到天选临京后 就要离开这里 你不走我也要走 金飞摇认真地问道 如果真的不愿意走 那就先把白箭竹送走 然后又回来混吃算了 大不了就算是白箭竹找来 就当不认识他 想要打架就打架 想要拼命就拼命 管他闹什么呢 不过这话呀 也不能说满 让食神听到 他不就完全不会走了吗 看到金飞摇的去意已绝 食神有些犹豫起来 如果真的放他走了 以后谁还吃得完 这顶中之物啊 谁还给自己提意见 可是要走的话 见食神竟然犹豫了起来 金飞摇想啊 他怕是有什么难处 所以就打算不再多说 大不了继续厚着脸皮 待在这里好了 但是才一起身 就听到了食神讲道 我答应过别人 要煮一道 世上最美味的菜肴给他吃 我用这么大的顶来煮 是因为我不会用小锅 所以就煮这么多 然后从中取出精华部分来 可惜到现在我也煮不出 世上最美味的菜肴来 金飞摇没打断他 继续听着 猜想这食神八成啊 是去找别人求婚 人家要求会做饭 这个要求太不合理了 这么高级的修士 竟然要别人会做菜肴 完全就是不想答应 故意刁难他的 偏偏这个家伙 竟然还当真了 守在这种地方 煮了几百年的饭 果然食神接下来的话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看到他一脸沮丧的说 那人是百味楼的大小姐 八百年前就已经是 名脸虚修士了 而食神当年根本不会做菜 只是听说百味楼的菜肴 是整个神级界最好的 里面的菜 有些要极品零食才能买到 吃了能增加寿命 提到了修为 连瓶颈都可以冲破 他不相信有这种事情 肯定是百味楼 想骗修士的钱 才乱吹的 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做到 别人还炼丹干什么呀 弄点肉啊菜的炒炒煮煮 就可以飞升天际界了 于是有一天他很无聊 又正好路过了百味楼 就脑子一热走了进去 本想点一大桌子的菜吃吃 好让百味楼的人 看看自己的豪气 最后再骂他们的菜难吃 完全就是喂猪的 说到这时金飞耀愣了一下 先去吃一桌 再骂别人的菜是喂猪的 不就是骂自己是猪吗 不过他更关心的是百味楼菜的味道 而不是猪的问题 于是他赶快问道 后来呢 那些菜的味道怎么样 石神一脸哀怨的看着他 缓缓的说道 就吃了一道泡菜 金飞耀诧异的看着他 非常的不解 你不是说去吃一桌的 怎么就一道泡菜 就那道泡菜还是免费送两块给你尝尝 里面根本就没有空位 而且一个包子就要卖百块上品零食 而且那不接待零食去的客人 说是菜肴用料金贵 最少要提前百年预定 这还只是普通的菜 用几品零食算的菜 要提前三五百年 所以我站在了门口 被人用白送的两块泡菜就给赶了出来 石神无奈的讲道 脸上的神情还有些尴尬 金飞耀一脸茫然的看着他 什么 石神到底讲了什么东西 传说吗 一个脸虚气的修饰去吃饭 连个味儿都没有给他做 赏了两块泡菜就打发掉了 他扎到嘴 好奇的问道 那泡菜是什么泡的 好吃吗 石神顿时没好气的骂道 你到底在听什么东西 重点不是在泡菜上 不好意思 习惯了 金飞耀呵呵的笑了起来 请他继续说 后来呢 你吃了两块泡菜 就想娶他了 提到吃的 金飞耀就非常的高兴了 兴致勃勃的问道 石神眼睛一瞪怒气冲冲的说道 谁会这样干呢 最少也得吃碗玉蓉珍珠角吧 玉蓉珍珠角 那又是什么好东西 金飞耀的注意力 都被吃的给吸引住了 几乎快无视石神了 石神觉得有点烦躁 自己一个练续终其的修饰 难道还比不上两块泡菜和一碗玉蓉珍珠角吗 不过说起来那饺子的味道还真是好 只是碗最便宜的东西 竟然如此的好吃 提起这个 石神突然觉得有些馋了 果然是印象太过深刻了 再拖下去 可能越扯越歪了 石神赶快长话短说 他当时就吃到了两块泡菜 虽然味道很不错 但是几十上百年不进食的壁骨竟然无效了 肚子瞬间就饿了起来 石神堵在了门口就闹着 连续竟然还有这种待遇 就和尾巴被踩了一般 不依不饶的就闹着要吃 如果不给吃就要砸店 百味楼很小 只有上下两层 楼下只有两张桌子 楼上他没上去过 不过猜测也和楼下差不多 他闹着要冲到二楼 看着是什么人在上面吃饭 没想到走到了楼梯口 就被人给挡了下来 说是挡了 其实是堵 一个长得很圆润的女子 从楼上下来 就把整个楼梯给堵得严严实实 他手上端着碗饺子 满脸带笑的讲道 道友这么想吃百味楼的东西 我很开心 但是真的得预定 不然就没有多的食材 如果道友不嫌弃的话 就吃我的这碗玉蓉珍珠角吧 这是我用来做点心的 可以分给你 女子满脸笑容不羁不躁 和颜悦死的瞧着她 胖乎乎的手上端着那碗玉蓉珍珠角 食神很想拒绝 想大手一挥就把这碗猪食打翻在地 然后霸气的大吼一声 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 但是那碗里面飘出了一股香气 死死地扣着她的脖子 让她浑身不舒服 而那女子依旧笑眯眯地讲道 如果不好吃 我把面给你 你也可以砸了我的店 如果好吃 你就自费一层修为 百味楼可接受不了闹事的人 听到这儿 金飞摇砸的嘴 真是霸气的女人啊 用碗玉蓉珍珠角 就直接赌命了 我输了 我算不上什么好人 所以是打算不管多好吃 也要说难吃 但是只吃了一口 我就只能说好吃 食神长叹了一声 不知道是赶上自己失去了 那一层的修为 还是在回忆着那饺子的味道 不会吧 金飞摇很诧异地看着她 竟然连不好吃也说不出口 这地方我一定要去吃一餐 不如明天就去预定吧 这么凶残的地方 不知道化神器的预定肯不肯做 我看看 我还有多少商品极品零食 可不能只吃两块泡菜 说干就干 金飞摇拿出了乾坤袋就翻了起来 想算算自己的财产 够不够点两盘菜 这可把食神给气坏了 扯过了她的耳朵就吼道 你要是再这样翻神 我就把你蒸顶里面做成汤 知道了 金飞摇掏掏耳朵 一脸不愿地把乾坤袋给收了起来 食神愤愤不平地继续说 当然最后的结果便是食神自降了一层修为 在百味楼大小姐温和的笑容中离开了百味楼 之后她就越想越解的不甘心 几次跑到了百味楼去找她 不过吸取了上次的经验 她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缠着要求和她来场生死决斗 但是人家就是不理她 最后缠的没办法了 只得答应同她决斗 但是条件却非常的苛刻 只接受食比 如果想和她决斗 那就用菜肴来比 其他的不接受 所以食神就从竹米放多少水都不知道的人 开始了慢慢的烹饪之路 而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一洗血池 用世上最好吃的美味胜过百味楼 也让百味楼的大小姐 自讲修为去 金飞瑶早听得没兴趣了 竟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这两人不是求婚呢 原来只是男人的热血面子 他在这种环境超烂的地方苦修 只是为了学会厨艺去战胜人 但是有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只能问食神才能知道 于是他就疑惑不解的问 食神 你为什么这么听话的就自讲修为了 你竟然是这么手心用的人 就百味楼那个小坡店里面 有合体集合大圣器的人在吃饭 那些人从祝天神接下来 顶着一头的天雷就是为了吃餐饭 有他们在 你说我敢不自讲修为吗 食神白了 金飞瑶一眼 这人也真是太讨厌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金飞瑶很早以前就发现 修为越高的人越闲 这个发现果然是正确的 练其集的修饰 巴不得早点住机 只要住机了 就不用吃饭了 可以把吃饭的时候拿来修炼 还非常的省事 这到了原英其又开始装模作样的 喝灵茶 品点心 到了合体集竟然都顶着天雷下来吃饭 可见人是越活越回起来 不修炼也要吃饭 修炼到了大圣器后呢 还要吃饭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吃饭 省得中间还要停个几百年 也不怕舌头没用了 可你到底合不合我走啊 只是苦休 那什么地方也行啊 就你这样没人吃 自己低头煮 别人上了度天界开店 你还在这里煮着猪食呢 金飞瑶怂怂间 调侃道 只要不是说自己 食神的反应也是很快的 他立马指着金飞瑶讲道 吃的最多就是你了 还好意思说是猪食 叹了口气 金飞瑶冷笑了一声 算了 先去把白剪竹打发走吧 如果要走 食神希望能多带走点 凌云神界的食材 所以他不想和金飞瑶 去找天雪宁京 就自己一个人去猎杀食材了 本来还想让他帮忙呢 没想到竟然跑了 金飞瑶指责收起了小福岛 带着胖子去寻找天雪宁京 而画碗丝自然就是扔在了小福岛的里面 盯着白剪竹 让他不要一时兴起跑出来误事 翻过了这高耸入云的雪山 下方出现了一块宽如海的冰壶 壶上结了厚厚的冰块 而胖子指着一些窟窿讲道 老大你看 食神的动作真快 已经打破冰层 潜到了下面去 猎杀妖兽 我们以后不怕没东西吃了 那我们离原点走 顺着他遇到厉害的妖兽 波及到我们 金飞瑶看了几眼 点点头 很不厚道的讲道 老大英明 两人坐在了飞毯 看也没看食神 就从冰面上飞了过去 直奔北面而去 按照食神说的 他们一直往北 飞了十来天 终于看到了一座 如刀锋般的冰山 抬头往上看了看 金飞瑶讲道 这根本就是一把剑吧 茫茫的雪原之上 立着一座冰山 宽三十来仗 直直的通往云霄 表面光滑 无比就像打磨过的镜面 又像修饰手中锋利的零件 这冰山上下垂直 连个斜坡也没有 而且非常的光滑 雪花落在了上面 马上就融化掉 虽然身处风雪之中 却一点积雪也没有 金飞瑶围着冰山转了一圈 突然发现呢 如果整座山都是这样 那到了山顶小福岛 就没地方扔了呀 想到这儿 他只得把小福岛拿了出来 把华婉丝和最重要的白茧竹 给弄了出来 白茧竹这一年 虽然在小福岛里面养伤 也明白这应该是个 光环岛的戒子境遇 但是他却没有出来过 一是他之前伤得很重 一直下不了地 二是华婉丝很强势的 不让他出来 说是外面太冷了 怕冻出毛病来影响伤势 其实啊 是怕他随时出去 不小心遇到了金飞瑶 在外面说话就麻烦了 华婉丝说得很严重 只差说外面是 腰瘦的肚子了 为的就是不让他出去 白茧竹不想他麻烦呢 觉得让他自己在这里养伤 还全心全意地照顾自己 已经是很好了 所以就不提要出去 这回啊 一出来他便打了个冷颤 外面果然非常的冷 金飞瑶皮糙肉厚 不用灵力抵抗风雪 都不会这么冷 华婉丝根本就没啥感觉 所以没觉得冷 白茧竹可就不一样了 灵力不能随便乱用啊 出来也不知道外面真就这么冷 顿时就给动了一下 金飞瑶从浅困带中拿出了一件 雪暖瘦的毛皮披风 扔在了白茧竹的手中 华婉丝啊 帮他给穿了起来 这种雪暖瘦的毛皮 果然是上等取暖之物啊 穿在了身上 白茧竹立马就不怎么冷了 就算不用灵力 也可以受得了 对于他们的好心 他又谢道 刚想把人拉上了飞毯 金飞瑶突然记起了 白茧竹认识这东西 他顿时赶快看了胖子一眼 眼睛往飞毯上扫了一下 胖子就跑到了白茧竹旁边 拉着他手说 哥哥 你跟我来 我们要上飞板了 飞板 这是什么法宝啊 白茧竹愣了一下 胖子便开心的说 就是一块平平的大板子 是我亲自练来玩的 上面我还放了垫子 平时就用来睡觉 他们的飞行法宝 全是贱的那些东西 太小了 我不喜欢 你试试看我这个 可好做了 看着白茧竹一点也没察觉 跟着胖子上了 被金飞瑶用灵力弄得 硬如铁板的飞毯 金飞瑶觉得 这家伙 脑子也太单纯了 就不能怀疑一下吗 不就是救了你一命吗 照顾一下伤势吗 竟然就说什么信什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